我们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一致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 今天我们召开团结抗议特别峰会 就是用实际行动践行北京峰会承诺 也是为国际抗议合作贡献力量 我相信人类终将战胜疫情 中非人民也终将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